好 最后我们来关注中国和沙特 出大事了 据可靠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会在本周内访问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也将在12月9号 举行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峰会 习近平主席很可能会亲自出席 把这个外交放在很高的一个地位上 有趣的是仅仅在五个月之前 在拜登总统访问沙特 试图去说服沙特不要进行原油减产 不要刺激油价上升的那个时候 拜登总统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我们要指美国 我们不会离开中东 我们不会留下真空 不会让中国俄罗斯或者伊朗来填补 美国哪也不去 我们就留在这 五个月之前说的话 沙特当时就没有听从这个拜登总统的建议 依然是对原油进行了限产 而现在中国人来填补真空了 其实沙特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在稳步的升温 这个很自然 这出于两个国家非常自然的相互的需求 中国高速的发展 他需要能源 沙特他正在努力的进行自身经济的转型 他需要中国的投入 需要中国的投资 你也许会问沙特那么有钱的国家 他怎么还怎么还会要中国的投资呢 怎么还会求着中国呢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事实上沙特政府政府是真的没钱 地主家没余粮 这话说了谁都不信 但这个确实是事实 我们首先要知道沙特是一个福利很好的国家 它有免费的医疗 有失业保险金 甚至你家里孩子多了 政府也给你定期的发牛奶金 沙特的社会福利比美国要好得多 但是另一个方面 沙特的人口的增长非常的快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本世纪初 沙特还只有两千万人口 现在已经是三千五百万 你想想增长那么快 而且那么短时间的话 大多数都是很年轻的人 都是可能需要领福利的人 所以这样的话 政府的开支就显得非常的困难 而另一方面沙特目前的产油量 一天一千一百万桶一千二百万桶 已经基本上达到自己的极限了 同时石油作为化石能源 它的前景并不乐观 所以正是换你做沙特的领导 你也会发现 哎呦我坐在火山口上了 所以沙特现在实际的领导人 就是那个沙拉曼王储 他就提出了一个叫愿景二零三零计划 Vision 2030这个计划 要逐渐的进行国家的产业转型和升级 但是这个事是需要钱的 是需要大量投资的 而从2015年到2021年 国际油价一直是处于低迷状态 要使得沙特政府严重的入不敷出 他连日常的开销都很困难 他要有赤字 你要让他再继续投投资 进行完成自己的这个产业转型 非常困难 这就是为什么沙特很难继续顺从美国 说我降低油价 我降低收入 沙特是臣妾真的做不到 除此以外 沙特还需要大量的外来的投资 那这个投资方就是中国 沙特传统的外资来源 美国阿联酋英国没错 但是增长的最快的 就是中国对沙特的投资 累计目前已经突破了1000亿美元 同时沙特也是 同时这个中国也是沙特原油最大的单一买家 最大的贸易伙伴 你说沙特求不求中国 沙特也意识到随着石油成为一个西洋产业 这个沙特出口给美国的石油 现在只有多少呢 因为美国现在自己都成了一个 一个石油的最大生产国了 所以他根本就不要沙特的石油 沙特只有一些品质非常高的 作为轻油 是可以出口给美国的 但整个的这个量 都已经占到沙特石油产量的5%以下 所以沙特也知道自己对于美国的这个重要地位在不断的下降 这种时候呢沙特就必须要在美国 中国欧洲 俄罗斯之间 他要去寻找一种力量的平衡 中国肯定一直叫要踏进中东 这是没办法的 这个国家现在变得非常强大 没办法 他一定要这样做的 那么中国可能会在哪些方面蚕食美国在沙特的利益呢 我们外个来讲 首先你说军事方面没什么可能 沙特整个国防体系是建立在美国的武器出口上的 沙特武器80%以上来自美国 训练的军官70%以上是美军培训 所以他整个是一个美国体系 中国出口给沙特的武器还不到沙特采购量的1% 所以沙特的防务依然是和美国绑定的 那么在地区的安全方面 中国似乎无意介入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合作也不少 也不少 他是采取一个平衡 俄罗斯的势力在哪呢 在北部就叙利亚和土耳其之间 那个是俄罗斯的势力 所以他也基本上不到这来 那么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相互的博弈 主要的还是美国 美国依然会长时间的处于决定性的位置 这个东西中国也撼动不了 但中国的长项在哪 中国的长项在于经济和技术合作 中国政府和沙特政府具有某种相似性 他们都十分讨厌美国的这种价值观 对自身的政权的稳定性的威胁 我以前读过一本书叫民主国家的威力 你只要是民主国家的话 你自然的对那极权国家就有一种威胁 极权国家会觉得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没了 人家都是民主选的 我是怎么来的 所以很多 你看这个普京 他想的我的合法性是什么 就是要让俄罗斯再次让你们害怕 让俄罗斯强大起来 我才有合法性 所以他就开始到处去揣个揣腿 到处去打架 中国呢 就是我这个合法性怎么来的 我带领全带领全国人民奔向奔小康 让让全国人民过好日子 这个这个呃呃 这个经济高速的发展 每个人的收入快速的增长 哎 这个他也能带来他的合法性 但是好累啊 对吧 你看美国的话 他这个政府 他不一定要带领人民呃 这个经济有多好 他都一样做得稳稳的啊 所以这个民主国家天然会对这个极权国家造成一种威胁 这种威胁是民主国家 甚至他自己什么也不用做 他摆在那就是一个威胁 所以这个沙特和中国的政府都有这种麻烦 他们不惜不喜欢美国 不喜欢美国的价值观 也不喜欢美国给自己带来的政治上的这种影响 但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相互合作 中国给予沙特投资技术合作不带任何政治条件 所以沙特在很多问题上就倾向于和中国去合作 比如说5G的建设 美国很早就告诫沙特说不要和中国合作 而且美国自己很优惠的条件和沙特已经在共同开发5G在沙特的应用 但是沙特依然是找了中国的华为公司进行合作 美国也只有看着 这是因为这是沙特的主权 好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是说沙特会不会接受人民币支付 比如说我卖给你石油 我接受你人民币支付 那这样就打破了美国的石油美元体系 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个可能不大 因为这个动作太大 这个动 这个引起的后果是大家几乎无法想象的 这不是说美国有强大的武力 沙特一旦接受人民币 美国就会入侵沙特 不是那么玩的 这个是因为沙特本身 他的外汇储备几乎全部都是美元 而且沙特在美国的投资 累计高达8000亿美元 都是美元 在中国的投资 沙特在中国的投资不到1000亿 所以很小 那如果沙特接受人民币支付的话 你必然会造成全世界的金融市场的剧烈的动荡 美元可能会大幅贬值 这个不仅仅是沙特不愿意看到的 可能也是全世界 可能除了朝鲜或者伊朗 全世界都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石油美元本身 它也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压仓石之一 是不可以轻易撼动的 无论如何 中国势力进入中东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中国人以自己的智慧和耐心 以一种非常温和的姿态 逐渐的进入这个地区 我觉得这个是可取的 是可以接受的 西方当然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但是呢依然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既然这个体量那么大的玩家 你无法拒绝他 他要来玩 那么大家就尽量的坐在一起 商量好规矩 好好的玩这个游戏 尽量的减少纷争和矛盾 大家需要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感谢各位的关注 希望大家点赞 点赞转发订阅 一键三连 我是Eric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